美中關係全面惡化的同時 那白宮新的封殺黑名單 外界關心包含了中國航空企業 特別是這一個中國內部 國產國機的C919 很有可能走向華為的命運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剛剛談到路透有報導 川普要準備要可能要宣布制裁 有89家跟這個解放軍有關的 這個中企的清單 那中間包含一家外界主幕的 這個叫中國商用飛機公司 那事實上這樣的一個制裁 跟C919的一個發展 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當然最重要 就是C919的兩大關鍵 第一個是它的動力系統 第二個是它的一個操控系統 其實都是美方提供的 一個關鍵技術 那中間特別是像這一個C919 它使用的其實就是這個GE 這個通用電器公司 那等於跟法國一間叫塞豐集團 合資一個叫CFM 這一家公司生產的 LEAP1C型的一個發動機 那這個發動機其實過去最早在2014年 美國的商務部其實陸陸續續有通過審核 有出售給這一個中國有一些數量 那具體的數量不知道 但是到目前為止大概有消息是說 目前C919已經有106架的這個飛機 在進行試飛還沒有最後交機 但是已經有這樣的一個100架規模在試飛 那這樣的一個C919上面 都是這個裝設的兩具 這樣的一個LEAP1C型的這種渦輪發動機 那這種發動機基本上推力大概有高達14噸 那對於這一個C919它未來的動力 當然就如同它的心臟 如果拿不到這個發動機 等於這一型的飛機就升不了上不了天 那同時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的一個操控系統 就是線船飛控系統 那線船飛控系統基本上來講 這關乎整個飛機的一個操控 等於它的安全性 它的燃油 它的這一個等於說 它的安全跟這個動力 都操控在美國的手上的情況之下 這兩項系統如果這一個 這家公司拿不到的話 這一家飛機等於如同一架飛機 可以這樣講 那這個另外一個這個線船飛控系統 是另外一家這個叫翻成漢威 就是這個Honeyware 它這家公司所做的 那其他其實大大小小整架飛機的一個 這個重要的關鍵技術 其實都掌握在美國的這個多家的公司手上 除了這個之外 連那個小道譬如說除兵裝置 譬如說防火的這種系統 包含像駕駛艙的操控等等 還有其他包含像美國的聯合技術公司 或者是像美國的這個 這個漢盛公司 這些公司多多少少 基本上都是掌控了 這個未來C919的命運 那但是其實這個C919的這個發動機 也就是說這個LEAP1C這個發動機 川普有意 可能要停止出售給中國 其實在今年2月就已經傳出 那時候其實包含華街日報等 都已經有說 這個國安部門考量 擔心這樣的雖然是民用發動機 但是出售給中國 中國用C919的名義去發展所謂的民航機 但是未來不排除 非常有可能 他用逆向工程的方式 去仿造這樣的發動機出來之後 未來裝設在他自己國造的軍用飛機上面 也就是最後走向軍事用途 因為過去不是沒有前例 我們看到近期每天這個在台海周邊 特別是西南空域 這個出沒的這個所謂運巴的 不管是電針機反潛機 遠甘機這樣的運巴 其實早年就是這個中共跟這個蘇聯採購的 AN12B型的 這種的所謂的運輸機 最後再去做逆向工程 自己仿造出來 然後再國造 那所以你看它變成一個重要的一個軍事載台 那當然美方也有這樣的顧慮 未來這樣的發動機 一旦這個中國用這種所謂的軍民融合的技術 等於這個使用在軍用上面 那可能他未來會進一步打造什麼 他非常希望能夠獲得用這種 渦輪發動機的一個中型的運輸機 打造可能下一代的預警機 或者電針機或者反潛機 所以這個部分相信美國國安部門早就看到 不過這個今年初 我們看到川普的新進 你看到這半年來有急劇的轉變 因為那時候二月的時候傳出這個消息 但是川普最後那時候還對中國的威脅 還是有點樂觀 那時候還說我們還是得跟中國做生意 四月的時候 他還是同意讓商務部發放許可 所以今年還是有一批 這樣的一個發動機出售給中國 但是你看到近期 為什麼這個消息又再度出來 表示中國的確真正認清中共的本質了 了解到說的確他的一個威脅 不只你看連他的這個連任之路都受到阻礙 未來對美國的一個國家安全跟戰略利益 絕對是有非常大 這個難以預期的一個深遠的影響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過程中 今年包含這個事件還影響到什麼 美國對台軍售 先前不是今年連續了好幾波 川普統一對台軍售 中間中共的國防部不是出來嗆 要這一個反制 要制裁美國的這個所謂的軍火企業 中間還談到說 要制裁一家波音公司 但是波音公司他還特別選擇性說 我只制裁軍用這部門 不用不制裁民用部門為什麼 因為他就擔心說 他今天如果連民用的一個部門 都一起制裁的情況之下 美國可能馬上反手 就直接扣住你這個LEAP的 這樣的一個發動機 所以這樣的一個發展 等於說未來我們可以看到 川普後續 等於說在他可能明年1月20任期之前的這個後續 不管全面的在軍事上對中國繼續施壓 外交上的一個聯合盟邦鞏固印太戰略 連關鍵的一個這個軍用科技 可能會在他的任內全面的對中國進行 所謂一個這個斬斷的一個動作 讓中國未來這個他不只軍用的飛機 連民航機都發展不了 因為中國的這一個發展這家飛機的總工程師 也坦言如果現在美國扣住這個發動機不給 中國目前完全沒有能力 可以產製出這樣的發動機來替代